一年多的乌俄战争基本上打的都是陆战,让火力军曾一度怀疑,经过一战萌芽、二战验证,并在多次局部战争中完善的制空权理论是不是过时了? 可后来随着无人机的异军突起,双方交战规则的改变让火力军清楚知道,制空权理论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变得越发重要了。 无人机的现代化作战是美军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开启的,当时美军大规模使用MQ1、MQ9等无人机战术给现代化战争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此之后,凡是涉及无人机作战的战役,引起规模作战效果没有美军的大,均被条款为美军无人机作战模式的低配版。 直到俄乌冲突的爆发,无人机对现代战争的介入程度,无论是其深度还是广度,都丝毫不弱于美军在阿富汗战争的应用。 如在作战规模上,俄乌双方投入的无人机数量,总共加起来估计有小几万架。 作为对比,美国在反恐战争中使用最广泛的MQ1系列无人机,总共才生产了约360架,其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当然,这也和俄乌双方大量使用的是民用商用无人机有关。 这些无人机只需通过简单的改装,就可以具备侦察和攻击能力。 那俄乌双方的主力无人机都有哪些呢? 无军在俄乌战争中最先进的无人机,当属土耳其制造的TBR骑手无人机。 这是一款中型查打一体无人机,虽然在飞行高度,续航能力,武器挂载量等关键指标上,比不上美国的MQ1、MQ9等先进无人机。 但是,打击无人机领域更为落后的俄罗斯还是绰绰有余。 其在乌克兰战场上取得的战果更是远超外界的想象。 在乌军发布的各种视频中,TBR无人机不但作为战场侦察力量, 跟踪和标记了大量俄军作战装备,帮助炮兵部队施施了远程打击, 而且查打一体的特性还让它成为世界瞩目的战场杀手。 在TBR的击杀目标名单中,除了有俄军人员、坦克、装甲车等常规目标外, 还包括盗尔、山毛举、机动防空导弹这样的无人机天敌目标。 可以说,乌军开创了不少无人机作战领域的先河。 要知道,在我们传统的无人机作战观念中, 即便是MQ-1这样的高端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生存能力也非常的脆弱, 因为它们很容易遭到地面防空火力或空中战机的打击, 但在俄乌冲突中,性能远比不上MQ-1的TBR无人机却战果累累。 从其追毁俄军防空导弹的视频可以看出, 乌军使用TBR时,基本都能准确抓住俄军机动防空系统雷达没有开机的间歇时段, 发动的攻击。 这足以说明,乌军无人机在得到北约情报支持后, 是有机会避开甚至压制和摧毁俄防空系统的。 即便俄空天军每天都有出动拦截, 但仍无法应对乌军数量庞大,打了就跑的无人机。 由此可见,俄乌冲突实际上推翻了无人机只适用于低烈度冲突的传统观念。 而乌军另一款主力无人机, 则是美军为其提供的弹簧刀系列无人机。 弹簧刀是由航空环境公司开发的微型巡飞弹无人机, 目前开发有两款信号,分别为弹簧刀300和弹簧刀600。 前者能在空中飞行30分钟, 以157公里的时速击中1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 飞行速度比TB2无人机要快得多, 后者性能更加恐怖, 它装备了专门打击坦克和装甲车辆的多用途反装甲弹头, 不仅比标枪更好用,而且其成本要远地于标枪, 非常适合乌军部队。 弹簧刀无人机是一种消耗性的自杀式无人机, 同时也是美国对乌克兰的一揽子军事援助的一部分。 在其升空后, 可在指定目标区域上空150米高度盘旋, 后方的操作手通过无人机上的摄像头可以远程了解战场情况, 如果发现高价值目标, 它便可以化身为导弹实施攻击。 在乌克兰战场上,乌军用它击上了大量俄军人员, 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等重要目标。 之前就有俄媒体称, 俄军防空系统屡遭乌军无人机的打击, 而除了乌军无人机战术运用高潮外, 另一个原因是, 俄军对乌克兰空中态势掌握不够。 我们知道, 防空雷达是无法长时间处于工作状态的, 想要在战场上组成密不透风的雷达探测网, 需要多部雷达协同工作才能实现。 但是, 俄军因为军团, 缺乏统一指挥, 信息化程度不够, 又因其理如道尔山毛局等防空系统, 在俄乌冲突中通常是独立作战, 难以组成防御网, 所以才被无军无人机抓住漏洞, 一波又一波收割了韭菜。 那在无军无人机大型七道时, 俄罗斯的无人机哪去了, 没有针对的措施吗? 看过2015年莫斯科行长的朋友就会发现, 在当初的展馆中, 绝大多数的无人机型号都集中在图伯列夫等几个展台上, 不仅数量型号有限, 无人机的性能都基本停留在观测, 侦查, 炮兵, 全射等领域, 其展品丰富程度及国营民营无人机公司数量, 远不及美国, 土耳其等国家。 很显然, 在无人机方面, 俄罗斯早已落后于世界了, 是因为财政紧张才导致俄罗斯无人机落后的吗? 可能有这方面的影响, 但是在今日俄乌战场上, 连伊朗的无人机都可成为主力, 俄罗斯再衰弱, 财力总在伊朗之上吧, 那是因为技术上有门槛, 可俄罗斯有自己的格洛纳斯导航卫星, 数理人才世界一流, 开发个无人机算法控制软件, 应该得心应手才对, 真心想要打造查打一体无人机, 问题也不会太大, 可是从2015年到俄乌战争全面爆发的2022年, 整整七年过去了, 俄罗斯在无人机领域毫无建树, 在乌克兰战场上还要靠伊朗的见证者136充当主力, 自己研制的无人机也就海鹰10能拉出来凑个数, 伊朗研制的见证者136无人机, 是一款可有小型拖车或卡车运输, 火箭助推发射的一型自杀式无人机, 它体长3.5米,驿站2.5米,飞行速度185公里每小时, 动力系统采用L-550E小型活塞发动机, 火箭助推起飞,重量超过200公斤, 它的战斗部重量能达到50公斤, 比俄罗斯9M538、9M539破片杀伤火箭战斗部, 比北约制式155毫米L-15A1A2式榴弹都要重, 其具备精确打击超大型榴弹炮的能力, 见证者136廉价且高效, 每个见证者136无人机的造价为2万至5万欧元, 它优点很大,但缺点也同样明显, 比如制导方式, 据伊朗方面称, 见证者136采用的是领航机导引模式, 也就是使用其他无人机或者空中飞行器进行指引, 这样的制导方式或许在打击笨重目标或者固定目标时较为轻松, 可要是打击高机动目标那就不好说了, 更何况现在的乌克兰有着西方最多型号防空系统组成的防控网, 俄军想仅凭见证者136去突破防御其实并不容易, 乌克兰就曾使用山宝卷M12防空导弹, 成功拦截了一架突防的见证者136无人机, 虽然打击这种小目标有些浪费, 但若威胁到了如弹药库指挥所等重要目标时, 乌军该出手还是会出手的, 总之见证者136无人机确实已在乌克兰战场上被投入使用, 也确确实实打出了战绩来, 而俄军另一款主力无人机海银10也在本次俄乌冲突中略显身手, 海银10无人机是由圣彼得堡特种技术中心开发的一款中程无人侦察机, 其定位与美国扫描鹰类似, 该无人机机长2米, 驿展3米, 起飞重量14公斤, 平时任务飞行高度为1000到1500米, 飞行速度在90到150公里每小时, 续航能力超过10小时, 最大升限为5000米, 别看海银10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帮助俄军摧毁了不少乌军的装甲车迫击炮阵地, 但是该无人机的技术水平其实并不高, 基本上都是由各种国外产品拼接而成, 比如GPS模块是瑞士U-Block公司生产的, 信号接收器是德国Anilank公司的等, 而关键的侦察设备则是直接将一台佳能的单反相机安装在机头, 此前有乌军在查看被击落的海银10无人机时, 竟然发现其邮箱甚至是一个矿泉水平, 可见俄罗斯对无人机领域是多么不重视,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俄罗斯在无人机领域如此不堪的呢? 既然不是财政也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 火力军猜测很可能是俄军高层, 是俄罗斯的决策机制出现了问题, 才导致俄罗斯在无人机领域反应有些迟钝, 无法对无人机乃至人工智能等可能影响未来的先进技术做出正确的规划。 如何应对俄乌冲突中表现突出的廉价无人机? 避免出现拦截导弹比无人机更贵的尴尬处境, 是现在各国都在研究的问题。 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2022年5月份就宣布称, 俄军已经向前线部署激光武器, 寻衅者激光系统, 希望通过激光武器低成本拦截这些无人机, 俄军新一代寻衅者激光武器系统能够发射高能激光束, 快速烧毁来袭无人机, 而且由于激光系统只需要提供能源而不用发射拦截弹药, 俄军预估在寻衅者激光系统投入使用后, 可以大幅减少俄军现役铠甲道尔防空系统的导弹消耗, 但是从投入战场到现在的结果来看, 其效果不仅收效甚微, 而且还被偷家成功占了客攻, 所以论起无人机的应用规模先进程度还是乌克兰更胜一筹, 而且近期, 乌克兰军队已经成立了上万个人规模的无人机操作部队, 并开始了无人机投掷手榴弹训练, 锻炼部队在地面活动时如何躲避无人机从天而降扔下来的炸弹的同时, 着重训练了乌军无人机操作手投放炸弹的精准度, 据最近公开的视频显示, 乌克兰军队在对峙前线正在使用无人机改装的轰炸机杀伤俄军, 如乌军35旅已经将商用无人机进行改装并投入了作战, 这些无人机基本都是自杀式无人机, 在操作者看准目标后会飞往目标进行自爆, 那这些商用无人机的发展会对今后地面步兵的作战造成什么影响呢? 首先,今后的单兵作战会更加的小心, 因为需要时刻防范来自头顶的袭击, 各国士兵的训练估计也会增加防范空中打击的躲避技巧训练, 其次,战场将变得更加立体化, 以往陆战潜豪战都是一条防线, 即便调来飞机直升机都能提前察觉, 但无人机的投入不仅战场视野更容易获得, 而且无人机的体积噪音声音小, 不容易被发现, 代表着今后的交战双方将没有任何秘密, 一些棋息策略将变得很难实施, 所以,如果没有系统性的反无人机措施, 士兵的伤亡估计会大幅增加, 最后,俄乌战场的现实已经让各国军界认识到, 列装便携式无人机和反无人机装备将成为未来的一大趋势, 特别是那些低成本无人机, 能解决地面补兵分队呼叫空中支援困难问题, 将成为重点发展对象, 制空权理论虽然没能在俄乌战场上完全实践, 但是对双方地面部队的士兵而言, 谁的无人机能提前发现目标, 发送情报, 谁的士兵就有可能存活下来, 这也是俄乌战场上对制空权最合理的解释, 俄乌战争已经开启了联网战争时代, 星链, 无人机, 网络哄响情报等等, 认知作战已成为继海陆空天殿之后的第六战场, 其中, 美国高科技公司向乌军提供了先进算法作战系统, 可以汇总大量的俄军信息, 进而通过人工智能算法, 总结分析俄军的作战规律, 甚至模拟出我军指挥官的思维方式, 乌军将据此实施更高效的作战模式, 而俄军决策机制的迟钝和忽视, 会为此付出惨痛的教训。 好了, 关于俄乌战场上的制空权问题, 火力军从无人机角度进行了回答, 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